那我們先把程式碼燒入 那我等一下講為什麼會有一個 公分1跟公分2 這個類比值他不是他會把你的那個 類比接角呢 轉成0到1023嘛對不對 那是不是總共有1024等份 這個0到1023就是 非常接近0伏特的一個很小的數字 到5伏特 這個0.0049他 就是從 5伏特 去除以1024 然後得出這個0.0049 那你看你要 0.00488還是 取一個你喜歡的數字然後我們下去算 假設你讀取出來是1023 那他就是5伏特 1023 我們乘以0.00488 他就很接近5伏特 然後再來是下面這個下面這個呢 是 這個4到30公分這個型號 的紅外線 這種型號的話呢 這公式是蠻可以的 直接帶入然後再去這邊 實際測量之後對不對 你再去做修正就好 假設我現在在17公分 那誤差 1.5好了 你就 在這邊減1.5 那如果你想知道這個公式是怎麼來的話呢 我們先 這下面這個公式是我自己去 去玩的 那 就是你測試的距離跟我不一樣 然後你找不到你的數學式子的話呢 那這時候 你 會有產品型號嗎 那我們先進來看 這邊有個輸出線有沒有 幾公分到幾公分這樣子 我們把它打在Excel上面 但是我希望他取線順一點所以我取3公分 我大概在 3.5 對3.5 我大概在3.5 我從3.5然後 4680一直打到40公分 然後我們重新做一次 然後我先把我這個先砍掉 對那你要打之前呢 好我們先清乾淨之後對不對 然後把公分跟福特打上去之後呢 我們先在這邊打00 看你要複製幾個都沒關係 先來個30個 然後這30個有沒有 先Ctrl C Ctrl C之後你開啟一個記事本 先把它貼過來這邊 你就在這邊開始 開始打 3.5公分大概是多少 這個是我之前自己打的那個數字 就是 憑感覺自己去抓這樣 如果你想自己抓 實際做一個的話 因為有些人你可能真的找不到你的數學式子 你就要用這個圖案去 去把你的數學式子算出來 那好了之後我們就把它複製 然後貼過來這邊 然後剩下的呢我們就把它刪掉 這我也把它砍掉 那好了之後你在這邊按 隨便找一個空格的地方按一下這邊 插入圖表 那網路上 我看了一些 別人的實驗呢 他們是把福特放在左邊 然後公分放在X軸 福特放在Y軸 那這樣的數學式子出來是 他們會直接把這個數學式子套入沒有錯 蠻接近那個答案的但是 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怎麼講你應該要把 公分數放在Y軸 好我們先做一次 首先你先點左線兩下 我們插入圖表 然後插入圖表之後呢 先用閃步圖 然後我們先把這個砍乾淨 那我們選取資料 第一個資料是Y軸 我們Y軸呢要公分 不是福特喔是公分 然後好了之後我們這個 AKS系列有沒有 我們現在這邊按一下左鍵 然後最小值0公分到 呃 40公分 不小心點到這個 然後再按這個 這邊最小是 0伏特 最大3伏特 好了之後呢我們 去 點一下這個點 然後點它一下 然後這邊先按趨勢線 然後我們就找一下 這個 好了之後它因為這個數學式值是最接近你這 這條點點的這個線 對其他因為你到時候這邊標籤這邊要寫使用方程式 對數學式值就這樣出來 你的數學式值出來之後呢我們要把這數學式記錄起來 它就是這樣子Y等於12.5乘以 AKS的 負1.06次方 對那個數學式值就是這樣來 Y就是公分 然後這就是你的伏特 對我下面這個數學式值它就是這樣來 這兩個差別他們的區 趨勢線 的數學式值很接近 因為他們的圖形長得很像 你算出來的結果是有誤差 因為我是用伏點數 所以這邊有個2是說 小數點 再幫我顯示 後面小數點 兩位數 那我剛剛有講為什麼要從3.5 3公分開始這邊 3公分以內的我就不要算 對然後 3公分跟3.5公分之間 有一個那個你知道 所以我直接取3.5公分 這個線會比較漂亮 可以 3公分 2公分